同学们好,这里是有间学堂公益迷你学术讲座。 我们会通过一系列视频来给大家科普, 指考日本大学院时所需要的各种基础理论知识。 今天想要给大家简单讲一下传播学与社会学、 社会心理学、政治学的交叉部分的内容。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四个概念的结构图, 它们有一个共通的研究内容,也就是中间的社会的相互。 在这里的社会的相互作用,它指的是人、集体、社会这三个因素, 进行的一些相互言语以及非言语之间的活动。 它们是形成一个循环,一个整体。 这个概念呢,可以说是以下四个学科,它们的存在基础。 正因为有相互作用存在,我们才可以确定具体的研究对象, 并且制定比较正确的研究方法。 下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社会的相互作用, 它是在这四个学科里面都是怎么体现的。 首先,传播学这个概念,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也提到过。 指的是在人类社会中的传播,也就是社会传播, 它指的是构成社会过程的一部分, 在人类社会中,从信息的生产,到加工、传达, 然后传达到受者来再进行处理加工, 这一连串的动态过程。 简单概括来说,传播学这一社会过程呢, 可以把它分成情报的传递,以及交换, 这样的一种社会相互作用的一种过程。 具体一点说,把传播学从现象的角度解释的话, 它指的是在进行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中, 当事者之间所进行的关于信息传递交换, 以及基于这种活动所产生的, 当事者之间的关于信息内容的意味共有。 比如说,我和对方在沟通的过程中, 我把自己的意思传达给对方,让他得到理解。 这样我们通过这种信息的传递交换, 形成一种相互作用,来达到我和对方之间, 关于某种话题,某种信息的意味共有。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社会学。 社会学呢,它是一个很广泛的学科。 它包括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, 都可以作为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之内。 它的一个最基本的构成单元, 就是我要与他人进行社会相互行为。 正因为我和他进行沟通, 这样的相互行为,我与他产生了联系, 这样人与人之间才能形成一个社会。 那么社会学呢, 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关于人类活动的集合, 或者是可以被称之为社会性的某种事物。 而这也是社会学主要的两种研究对象。 此外,在社会学中,也有这两种不同的立场。 一种是,把社会看作独立于人的集合的一种虚空的一个状态的立场。 另一个是把社会就看作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集合这样的一种立场。 在这里呢,相互作用它的意思是指组成社会的每个构成单位, 进行社会活动的时候, 他们所进行的行为以及结果。 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是社会性的作用。 在不同构成单位之间进行的社会性的作用, 以及由这种作用所产生的结果。 这两种情况的结合, 我们把它称之为社会性的相互作用。 从这里,我们可以看出来, 正因为有社会性的相互作用存在, 才可以产生不同的社会现象。 以这些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, 才可以把社会学这个学科的研究开展下去。 那么,我们来看一下社会心理学。 在社会心理学这个概念中, 相互作用是怎么体现的呢? 这个学问本身就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存在方式, 这样一门学问。 它所追求的课题是指人与人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, 不同的个体是如何应对他人的某种行为。 是如何考虑,并且如何感知的呢? 并且,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行为? 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? 所以说,社会心理学这个概念, 它也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这个行为为基础的。 社会心理学所包括的研究对象, 从小到大可以把它分成几个方面, 一是个人的心理过程, 二是对人行动, 三是集团行动, 四是集合行动。 这四个种类中,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、 沟通等相互作用都是必不可少的。 那么,我们再来看一下政治传播。 政治传播当中, 它指的是传播者有目的、 有意识地将某种信息传达给受者。 比如说, 在经常进行研究的政治传播效果影响研究当中。 比如说, 在大总统选举过程当中, 政治精英为了宣传自己个人形象, 拉得投票率经常在不同地方进行演说, 而有权者也会为了选举出更好的政治精英来进行投票行动。 这两种行动都是有目的的, 有意识地展开了一种传播的行为。 所以, 在选举的这个环境当中, 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政治精英, 以及有权者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, 它也是需要社会的相互作用这一行为的产生而为前提的。 那么, 以上就是今天想要讲关于传播学、 社会学、 社会心理学、 政治学的交叉方面的内容。 有间学堂的新闻传播学 及传媒学相关的辅导设立已久, 早在2013年就成立了首个相关的博士教学团队。 在即任职的都是在学术圈内有着较高资历, 或有着丰富教学辅导经验的老师。 如果计划报考相关专业的大学院的话, 相信有间学堂一定能成为您的监实助力。 如果大家有其他想看的学科或内容, 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有间学堂给我们留言。 或者加入我们的小红书群聊, 留下你的声音, 我们将努力更新更多学术讲座视频。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, 收藏保存, 祝大家在考学之路上一帆风顺。